螺螺是我幾乎去熱炒店我都會點的 但是重點是它這個雞翅超級好吃 這個螺螺可以很多汁耶 只是它上面有大家很害怕的三色豆 嗨大家好我是阿寬 哈囉大家好我是六一 今天我們來到了台南 因為我們來台南辦了一些事情 那我們來台南我就想說 我怎麼可能就這樣子直接回家 這樣子太不划算了 所以我就特別找了一個台南的吃到飽 這家吃到飽還蠻特別的 因為它是燒烤還有現烤吃到飽 而且只要395塊錢 那我們今天是平日 它平日的一夜時間是5點半才開始 那我們現在時間是5點31分 所以我們趕快進去看一下現在有沒有有沒有人 沒有吃過現炒吃到飽的還蠻好奇的 對我自己覺得它的點餐方式還蠻特別的 等一下再進去跟大家分享 那他們這裡啊它是沒有菜單的 你都是使用這個夾子去做點餐 它夾子有分紅色還有黑色 那它總共會給你各四個 那紅色的話呢我們就是要去夾那邊的 炭烤炸物還有小火鍋類 那如果黑色的話就是去夾現炒類 那這種紅色夾子你夾上去它就會做給你吃 那如果黑色夾子呢它就是現炒 它就是要用那個亮燈的方式去看它現在的順序 那現在是麻油豬還有螺肉現在在亮燈 所以我只要一夾上去它其實就是會蠻快出餐的 其實我不知道會多快啦 因為我們第一次來 所以大家如果很急的話 你就可以按照它那個燈的序號然後去夾 然後它是使用順時針的方式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些飲料還有白飯 可以讓你吃到飽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子一個人的餐點是395塊 它是一個人是沒有收的 至少要兩個人起票 額外收了服務費10%這樣子 用餐兩個小時然後點餐是1小時半 然後我們實際演練看看 GO 好 你現在有什麼想法 很多菜 然後有分黑色跟紅色 那假設我現在想要吃那個螺肉的話 所以我現在是把它夾上去 就直接夾上去 用黑色的夾 所以它這樣亮燈它等一下就會比較快出來的意思 沒錯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想要吃 這是比較快的是嗎 紅色的話它就是會幫你現做這樣 那我記得人家說他們這裡雞翅超好吃的 這個鹽燒雞翅是不是 對 但是它在很後面意思是不是 沒有沒有 因為它這個紅色它沒有燈號 所以就不用趨速於那個燈的問題 然後它旁邊那個就是他們的飲料Bar 它飲料的話是紅茶冬瓜茶這樣子 然後這裡才有白飯吃到飽 沒錯 好啦 我們就等它一下 看它到底來了會長什麼樣子 OK 其實我們現在上菜的速度算是挺快的 我們總共給了八個夾子 然後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先點的這個就是五根長旺 然後薯條就我剛剛點了嘛 但是我發現它薯條很大份 想要讓你填飽肚子的感覺 然後這邊就是蔬菜大陸妹 這個是杏鮑菇 這是什麼龍鬚菜是不是 龍鬚菜 那它是果香龍鬚菜 所以它上面加的是那個 美乃滋嗎 百香果醬 百香果醬 然後這個就是羅肉 羅肉是我幾乎去熱炒店我都會點的 但是特別貴 然後最後這個就是六一點的雞翅 它雞翅都是也可以無眩序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分量 感覺兩人分來說 還可以在一起吃對不對 我覺得目前來說看起來是還可以 那我剛才這樣子吃完了 我覺得它這個青菜還滿好吃的 妳每個都吃囉 稍微吃一點點 這個青菜的話我覺得它還滿入味 因為它是蒜草 所以它上面有一些蒜啊 它辣椒是不會辣的 就是稍微好看的樣子 然後它的杏鮑菇的話 它旁邊有附這個小小的鹽巴 它是沒有烤到非常的什麼酥啊什麼 就是外面單賣一份70塊那種價值 是還好 不過我覺得杏鮑菇這樣子 其實也是算是滿多汁的 但是這個龍鬚菜的話 它是加百香果 雖然它上面其實就已經有寫說百香了 我這樣吃起來有點不太習慣 那是妳自己給削 對 因為我個人超愛吃龍鬚菜的 那這個羅肉咧 羅肉它是有入味的 是嗎 但是重點是它這個雞翅超級好吃 它的雞翅很嫩 它的外皮脆脆的 然後它上面撒那個調味粉 我覺得很讚 另外還有它這個五根腸旺 五根腸旺 其實我有看到其他人介紹它說 欸很香沒什麼味道 我來吃吃看好不好 好 我們這樣點的話 已經符合我們的成本了欸 算是百塊好了 我們今天兩個人價值是八百塊 所以我們基本上一個算 不要算一百啦 算七八十好了 現在至少也五六百了 差不多了吧 但是它的份量其實比外面少一點點 對 但是我覺得這份量是剛剛好 不然我們就沒有辦法吃太多一樣 對 然後我想吃這個 這個真的剛來很香 好香喔 這是三杯雞嗎 對 三杯雞 也是我夾的 然後它上面有米血啊 還有那個九層塔 還有一些雞肉 而且我們現在是用餐時間 開始慢慢有客人進來了 我們等一下來觀察一下 人家都夾什麼 然後我們再跟著夾 對 這個雞肉還不錯欸 有入味 不過我猜我們這些吃完應該 戰力會去一半 對 真的 我來吃第一口它的螺肉 我最期待的東西就是螺肉了 每次去熱炒 我第一個會看他們菜單 就是鎖定它的螺肉在哪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喜歡吃 這個螺肉可以 很多汁欸 對啊 它就是有入味的那種 對 但是它沒有辣 我覺得這個時候等一下 它會再去點第二輪的 吃一個杏鮑菇 其實杏鮑菇它用 它的擺盤很漂亮欸 切成一條一條 像這樣子 然後其實它原本是滿的 然後那個螺肉很好 好多汁喔 感覺很適合配酒欸 欸 對 它這裡還有賣啤酒 不過那個好像要另外收費 對 杏鮑菇也不錯吃欸 但是我喜歡吃味道 再重一點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它杏鮑菇本身有 因為它裡面是很多汁的啊 對 它是有多汁水分的 然後如果你沒有沾胡椒的話 就會真的像六一說的 很好 好吃對不對 那個蒜味好重喔 對 好吃 那你吃吃看這個 百香果的時候一定會喜歡 很妙的味道 其實不難吃 有點不像在吃青菜 有點像是百香果醬沙拉 來 接下來請你一定要吃杏鮑菇 這麼推是不是 對 杏鮑菇真的很好吃 它那也是用九層塔 跟一些辣椒就會炒的 因為它的肉弄得整個 顏色都已經上色了 它的汁感覺都有收進去 它的本體裡面這樣 我覺得這家 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原本不是就還滿期待的 但是我對它的好吃程度 沒有像我現在吃到那麼高 你即使去一般熱炒店 也很少吃到像這種味道的熱炒 更何況它是吃到飽的 那雞是很好吃啦 它的那個外皮好香喔 它就是椒鹽炸雞翅 如果它擺在外面的話我會去買 它裡面的汁也是會有流基汁出來的 有 那它後面的客人越來越多了 沒錯 雖然我們剛才五點半進來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客人 如果大家沒有意外的話 平日來五點半應該就是 比較少人這樣子 沒錯 我們現在就是把這些第一回合吃完 然後接著第二回合再拍給大家說 我們第二回合再點了什麼 我一定會再點那個羅肉的 第二回合的第一位選手 鐵板牛肉 沒錯 這叫做黑胡椒鐵板牛肉 那它其實還蠻特別的 它就是用這個鐵板出口女這樣子 然後他們這裡也有賣這個蝦仁藏粉 那不是港式料理嗎 對啊我想說點點看 它的蝦仁藏粉裡面 跟我們印象中好像不太一樣 有啊它有小蝦仁啊 吃起來就是它外面的那個醬也很好吃 因為它畢竟它不是港式料理店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吃起來 你們就是大家可以點一桌一個 然後就吃算還有口味 是個口味啦 對是不雷啦還可以 但是可以把這個味留到其他空間去 而且這個是我剛才最後面才拿去夾的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儲存速度 好像有點不太一定 好像沒有 像你一開始說的那樣是繞著走對不對 一開始它有真的在繞 但好像越來越多桌 好像就比較沒有 搞混了 就可能會隨機應變吧 那個亮燈的話可能就是參考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那個椒鹽西蝦 亮的滿一陣子的 然後我們到現在還沒來 反而是六一去夾後面的就已經先來了 對我才剛坐下來大概兩分鐘了 然後這個長粉就來 所以那個亮燈的話就大家參考用 不過你還是想是什麼就夾啦 沒錯 我覺得這個牛肉還滿好吃的耶 它不像有些店會很難咬都是筋 那個軟肉的部分很多 對然後它的黑胡椒呢其實也是滿有味道的這樣子 只是它上面有大家很害怕的三色豆 但你不要夾到就還好啦 他們其實這邊的菜它沒有讓你調辣度 對他說因為他們都是生辣椒 因為我剛才有特別去問說 有沒有幫客人就炒辣服務 他說其實他們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三色豆可能 沒辦法避免 那我們這盤呢其實是跟剛剛那個沙茶的牛肉一起夾的 大家想要一起夾東西的話它不會見得一起上啦 我們可以再評估一下 就是參考一下就好啦 大家不要爆氣啦 我就大家夾了之後可以就先聊天忘記它 沒錯 然後來的時候你就想到 欸我還要點這個就是一個小確幸 對 沒關係我先吃吃看 我們這個呢叫做沙茶炒蟹 然後它其實炸的有點像是我們鹿港吃的那種蝦喉啊類似啊 那它是整隻一起拿下去炸這樣子 對然後我覺得它跟我們鹿港有一個差距 鹿港的那種是胡椒多的然後乾乾的 那它這個是有點像是抹醬的 它上面都是醬燒然後吃起來比較濕 但是脆度的話真的滿脆的 不過它那個真的是 可以吃在你的嘴巴 對 所以大家如果再吃的話你們還是要 比較慢一點 因為其實我剛才有想說 欸它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是一整隻大螃蟹 結果它來的是這樣子小小的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們點什麼 然後去參考這樣 對對對我們就是點一個大家看到它的食品 然後至於你們要不要點就是看自己 對 然後再來吃下一盤 它叫做蒜香高麗菜 因為我想說剛才那個蒜炒食蔬這麼厲害 這應該也要蠻厲害的 它的蒜的味就比較沒那麼重 不過它具有那個鍋器煮焦的味道 但不是壞事 我是覺得我滿喜歡那個味道的 就是它有把那個菜的那個焦香味炒出來 然後再來這個呢就是我們點的第一個夾的 現在才來 它叫做椒鹽西蝦 對這是我比牛肉還要在前面點 不過它的口感就是完完全全跟蝦喉一模一樣 這兩個比起來呢 都是海鮮 都是螃蟹 甲殼類的話我會推薦大家吃這個蝦子 好另外呢我還有加點這個雞翅 因為這個雞翅實在是太好吃了 然後它六一就自己加點自己的雞翅 我剛才要求它幫我點那個螺肉 螺肉 它直接忘記耶 完全忘記了 它就是點它的雞翅 然後螺肉都忘記了 那其實你們看六一的背面啊 它整個店面後面的裝潢 都是走一個 復古路線 復古路線 像它這裡放的音樂也是很久以前年代的歌 卡摩咩 卡摩咩 剛剛還有那個叫什麼我們很熟悉的 丟丟丟丟丟一動 然後它旁邊還有什麼唱片 就是他們裝潢都裝潢的古色古香 但我覺得他們廁所可能要稍微再加強一點 因為剛才很多文書 就是有點半戶外 對半戶外那種 這間店在台中的話 它跟我們一般常去的酒吧 蠻合比的話 我真的有可能會跳槽到這裡耶 因為這樣你吃比較划算 對啊因為我想要 東西都少少的 然後我可以吃很多一樣 那你繼續吃還要吃嗎 你吃你吃 想不到說為什麼老闆有辦法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 應該是每個人都可以吃回本才對 如果我今天 我們今天吃至少12盤 如果我每盤都點螺肉 這老闆不就倒了 你這樣子吃很像也吃了 算16盤以上 對啊 陌陌的 而且我們就說 好我們現在先努力這碗 這碗結束就想要收走 對 我們就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真的 好那這差不多就是我的最後一回合了 我就是點了這個老闆燉雞湯 然後還有拔絲地瓜 另外還有雞翅 雞翅的話我吃了第五隻了 因為有一隻是被兩款吃掉的 那它這個老闆燉雞湯啊 我覺得它這樣裡面的料 其實這樣一看下去 最多最多就是它的菜 高麗菜 還有一些筍子 雞肉 雞肉的話大概是三塊左右 然後我來喝喝看囉 我剛剛吃了一個拔絲地瓜 然後我的嘴巴完全張不開 它外面的那個麥芽糖好黏喔 因為它的麥芽糖很黏 所以我吃進去的那個地瓜 的味道就沒有那麼重 然後它上面還有撒一點白芝麻 我覺得白芝麻的味道 跟麥芽的味道其實相輔相承 還不錯就對了 但是它主要是拔絲地瓜的地瓜味 好像不見了 我覺得它這個湯還蠻好喝的耶 筍子味道還蠻重的 對我剛剛想說 這不是老媽燉雞湯嗎 怎麼喝起來有點酸仔雞的感覺喔 有一點點 對 還不錯喝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點一鍋 然後大家一起用小碗裝折合這樣子 它這也像還有另一個是排骨湯 所以我不知道哪個不要喝 不過我就點這個雞湯這樣 好再來我吃這個拔絲地瓜 對耶如果你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你可以去看那個牌子什麼夾子最多喔 對啊 好吃耶 有被黏住對不對 有 所以要讓你安靜的方法就是點這個給你吃 你的嘴巴就被黏住了 我就沒滑手機了 然後它裡面的地瓜是很鬆的 但剛才那個店員他有推薦我說 如果你需要的話它可以提供冰塊 你就可以變成冰鎮的方式 然後目前的話是吃起來燙燙的 裡面是燙的 我覺得這點很加分 燙燙的之外呢是鬆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也可以大家一起分著吃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要不要來統整一下 我們總共點了那麼多道菜 哪一樣是大家來的話 我們會推薦大家點的 好 第一個就是三杯雞嘛 三杯雞我覺得因為它一來的時候真的很香 然後它的肉就是很上色又很入味 所以我覺得可以點 米血也很好吃 對米血好吃 然後再來就是拔絲地瓜 就是剛來的 那六一絲喜歡這個味道 可是我是覺得它那個麥芽糖的成分有點多 那再來就是羅肉 羅肉我就點了兩盤 不過我在吃第一盤的時候非常好吃 那吃第二盤的時候感覺 好像真的有點物極必反 大家點一盤就夠了 就任何東西你都點一盤 下一個就是蒜草食酥 但我們這次的蔬菜是大陸妹 不知道下次大家來是什麼 但我覺得大陸妹它真的還滿成功的 對 再來就是雞翅 雞翅不用說六一點的三次 對 然後雞湯就這邊 雞湯因為我覺得它是 湯有甜甜的味道 蠻好喝的 再來就是黑胡椒鐵板牛 你們是喜歡吃飯的話 那個餃本就真的好吃了 真的 但我們今天完全沒有吃飯 因為我們怕那個飯佔我們太多空間 我們就沒有辦法吃那麼多道菜了 對我們本來都已經在訓了 然後更訓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杏鮑菇 杏鮑菇的話我後來評估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的杏鮑菇本身就非常多吃 然後加上那個胡椒鹽 所以我自己會滿喜歡的 那我們今天點的這些菜啊 其實就是它所有菜單裡面的大概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已 對我們還點不完喔 對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 所以沒有辦法吃那麼多 對 所以就是還滿推薦大家一家口一起吃 或是很多朋友一起吃 會比較吃到比較多口味這樣 然後我們這樣子兩個人加上服務費 我這樣服務算啦 應該是869塊錢 對 還不錯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們兩個一人大概 450塊的話 其實外面只能吃四盤 但是我們今天吃了超過12盤 光是口味來說的話 我覺得CP值就很高 不過如果是以美味程度的話 我覺得它可能沒有像外面熱炒店 這麼專業 這麼厲害這麼入味 但是我覺得它已經是CP值非常高了 就是我覺得它是重量 然後它的值的話其實也不差 也不差就是一般的水準 對還不錯啦 還可以這樣子 好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來到台南吃 北海燒烤物語的吃到飽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 我們覺得哪一家吃到飽 非常好吃 然後可以推薦我們 我們再去吃吃看喔 沒錯我們又收集了一個 新的品項吃到飽了 沒錯沒錯 猴溪哪裡吃到飽 素食嗎 熱炒吃到飽 港式吃到飽 泰式吃到飽 泰式吃到飽 韓式 還有五星級把費吃到飽 對我們越來越收集越來越多樣了 會不會有那個吃土吃到飽 人家已經可以去公園吃了 拜拜